第七 神的名字在旧约中出现多次 神透过启示他自己让人认识他 就在不同的场合里面向人显现 启示他自己 有的时候圣经说是神的使者 那到底是不是神自己还是天使 有时候也接受人的朝拜和献祭 你可能想到了三孙的父母是吧 你要仔细区分 有的时候上帝借着天使显现 借着天使传达信息 仔细读文本里面会有暗示和信息 他是神的使者 但是有些经文很明显暗示了 就是说到这个使者是神性的存在 比如说三孙的父母一开始 他们要献祭 这个学基督教要义的人知道 讲到了上帝为了避免他父母 愚昧的去拜偶像式的去给神献祭 所以他那个使者 耶和华的使者说 你当献祭给耶和华 好像拒绝了他们献祭 但是后面的文本呢 结果这个使者就收纳了他们的祭物 为什么 就证明这个使者是神 神只不过是为了纠正他 不要迷信 不要盲目的献祭 去拜天使 因为当时的人有这种可能性 世世世代 灵性有混乱 是吧 属灵黑暗 怕他这个出于迷信去拜他 新约里面有类似的 良善的夫子 我知道你是从神来的 如果不是靠着神 这个神迹就不能行 一顿客套 一顿称赞 耶稣也不吃他那一套 少来废话 然后跟他讲 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呢 耶稣当然是良善的 耶稣是神嘛 就他的道成肉身的忠报 只分位格里面 他也是善的 没做任何恶 凡事胜过试探 但是就他的神性的来说 道 更当然他是善 至善嘛 神是至善的 当然称他为良善的夫子的时候 他要问 你出于神嘛 是出于迷信 随便磕淘的话 心不由衷讲这个话 还是真的知道我是神 来自神的 因为只有神是善的 人都是恶的嘛 犯罪堕落的 人当然没有良善可说了 所以实际上是纠正他 那玛提亚 后来他们可认识到了这是神 所以给献祭 使者也悦纳了 悦纳了以后生上天了 后来他两个才醒悟过来 我惨了 我们觐见耶和华了 我们怎么能存活呢 最后的妻子就安慰他 你看如果神要责怪我们的话 怎么能会向我们显现呢 悦纳我们等等 实际上从整个文脉来看 那个最初被称为耶和华的使者 实际上就是耶和华本身 所以耶和华在旧约那个场景当中的 一种以神的使者的方式显现出来 要具体区分文脉里面会有暗示 亚伯拉罕无形当中接待神的使者 但是你发现其中里面 三位使者商量我们怎么能把这个事情 要去索多玛 俄马拉吗 要灭吗 这个事情怎么必要 不告诉我们的这个朋友 亚伯拉罕呢 对不对 决定告诉了 后来你发现其中有是有天使 但是里面是耶和华神 所以你要区分明确说到的 暗示的他是神的 有的是不说的 就是耶和华的使者 所以也不必要过度猜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